台北市将在2016年成为世界设计之都 台北市向财政部争取了一块国有地 未来将打造成为台北市中山设计产业园区 预计可吸引超过百亿的民间投资 三百个就业机会 我们全国很多土地都在我们财政部的手中 就国有土地有62.5%在政府的手中 我们过去几年不断地在推动非公用的土地 来跟地方政府合作开发 希望能够建造一个有在地特色 活化土地的一个典范 这个园区如果打造成功以后 我们预计大概可以吸引民间投资 大概157亿元左右 台北市中山设计产业园区 前身为烟酒公卖局中山配销处 现作为都市再生前进基地 名称为URS21 未来将作为设计产业的推广 展演 国际交流等 并创造产业群聚效应 不只是在所谓的建筑美观上面 不只是在所谓的创意的这种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办公空间设备方面 那我也希望能够创造的是这个地方 非常高的一种认同感跟归宿感在那里面 世界设计制度我一再强调 其实我们要想要做的就是一种所谓 让城市治理的创新能量不断地被提高 那所以说这个案例它的创新 或这个案例所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的 就是说我们让大家了解到 就是说这个城市不是只是在卖土地而已 这个城市不是只是在拆房子而已 那这个城市其实可以运用一些创意 或者设计的能量 然后让这个地方我们保留了老房子 可是我们赋予这个土地空间 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 URS21的崭新做法深受国内外肯定 曾获国家卓越建设奖 老屋新生大奖等多个奖项 同时也是台北市成功申办 2016世界设计之都的重要计划之一